原本位于信义乡九层坑的信义乡垃圾转运站 因为台风造成路段无法继续使用 因此相公所另外在信义桥旁边一块公有地 设置了临时垃圾转运站 因为地点适合 乡长全日间上热后 就积极向中央提案申请经费 要在这块地打造环保园区 让信义乡的垃圾分类转运工作更加健全 这一块临时垃圾转运站虽然位置偏僻 交通却很方便 因此在信义乡长全日间上任之后 就积极向中央环保署申请提案与经费 希望将占地一公顷多的土地 打造成为信义乡第一座环保园区 目前也要规划 在近几年会规划成一个信义乡的环保园区 那所有环保园区就它可能包含了 包含清洁队的队部 还有我们的垃圾的转运站跟污水处理 跟垃圾车的停车场 那我们会全部会在这个规划的信义乡环保园区 占地1.6公顷 里面来去做规划 原本会在信义乡九层坑的垃圾转运站 三年前因为台风造成路段 无法继续使用 因此工所另外在信义乡旁提防道路 一块公有地 设置了临时垃圾转运站 并提案申请打造成为环保园区 但是在疫情的种种影响之下 这件申请案只好继续拖延下去 目前的进度是在跟国有财产署 去申请土地的拨用 那相关的一些土地的一个变更 那我们已经 我有原民会的协助 那目前已经在规划案 那预计在变更的费用 我们是目前预计要花 一千两百多万 来去做一个地幕的变更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环保园区的建制 能够在这一两年 能够做好之后 能够应付我们新一厢 目前垃圾的这个问题 垃圾问题建峻成为新一厢内重要议题 纯粒宇宙完善环保园区 可以完善垃圾分类之外 也能够让垃圾打包转运到 粉化炉的工作更加健全 新一厢清洁队的工作人员 也能够有更安全舒适的工作空间 记者崔世奇新一厢采访报道